今天討論一個主題 討論团馬線第一期通車後 各條巴士路線的客量變化 運輸署最近Post了這個文件 在區議會上 看到有不少路線 客量變化也很大 尤其是如我所料 大圍顯境區或近車公廟的巴士路線 跌幅應該更大 如我所料 80號系列美林、驚親顯境 都有相當大的跌 而且明顯看得出 另一條跌得很厲害 就是89號B 89號B也跌得很厲害 沙田惠應該都相信 因為他和馬鐵都平衡了 和斷馬線一旗 下到鑽石山 轉去觀塘 其實真的不是很難的事 也看得出 有一些更加很差的路線 本身客量很差的路線 跌得更加重的路線 例如是281M 這條線 以前的281M 88M 即是以前的前身 88M 或者81M 甚至乎現在還在 80號M 這些接駁線 現在的沙田的鐵路 甚至乎是河東的鐵路 現在都可以下到九龍區 我想價值越來越低了 我想211M 應該很快會去取消這個情況 而另一條也跌得很厲害的 就是286M 就是馬鞍山去鑽石山 你會說是馬鞍山 為什麼會跌得這麼厲害 馬鞍山其實不是應該 老實說來 其實都要跌到鑽石山 你想想都要踏到很多個站 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最大原因就是 因為26M 其實它整條線 老實說是由總站開始 去到 去到行安 然後再去到 大水坑那一大 全部都有馬鐵的 其實它的平衡 即是條線和 馬鐵的平衡 都真的 相當之高 85M其實都有一定 有一定的跌幅 都跌了差不多24% 都跌了差不多24% 其實它保得住它 我想最大原因是 因為其實 可能是錦英園那一堆山 那一堆那一堆 因為那一堆不是很近馬鐵 那一堆也保得住一些位置 這個也是原因 相對來說 286M就要兜一下 大水坑那些洞 85M相對來說 好像直接一點 也是一個原因 那 82號X都看得出 都跌了差不多20% 82號X 其實主要因為 它最大的位置是 第一城 第一城那些人都踏了 都踏了線 其實這些位置都不奇怪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本身在 屯馬線 你是 顯徑的 你顯徑這下個站 已經是轉成山了 其實你對於黃大仙的大佬山的接駁線 其實真的很處於一個很不利的狀況 因為其實 很多人都會 其實這些黃大仙的路線 要不就是黃大仙的站 最多人上 要不就是轉成山的站 地底站的最多人上 其實如果你戰上山的地底站 都已經有跟它那麼平衡的話 其實就說真的 就有很明顯的跌幅了 有一些 好處就不太跟馬鐵線平衡 但是也有錄得跌幅 那就是89號 89號為甚麼這條線有跌幅呢 其實就好像有大纜車不買 本身因為 沙田市中心 和力源 本身如果你要在大圍 你要轉車 其實你變相來說 都有點不方便 對比其他有一點不方便 但是 為什麼會跌幅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幾年 真的有很多 將軍澳的那些線 例如798 又或者是88號 或者88號X 開了 其實分駁了它的客源 這個就是真的 所以它的跌幅 其實就不是因為 屯麻線 其實主要我想它的跌幅 我會覺得比較上是因為其他 路線開了出來 其實就分駁了它 88號K不用說了 一定跌三成一定不用說了 因為其實88號K有一段的客源是顯境去大圍的接駁地鐵 即接駁那條接駁線 現在也不用接駁了 當然是跌了三成 絕對不出奇 其實你看看的表 也看得出運輸署也希望選擇班去做 看得出也算是這樣 好像以前一樣要強行 要合併 這次漁無以外 應該會減得再勁的 應該就是200M和260M 我估計 至少走近半個小時 到40多分鐘 一班都不出奇 這些事 將會 其他那些也有看到 其他那些 例如89號 我想應該 就來 應該會邁向 很大機會 沒有個位數字班次 應該是10-15分鐘一班一車 應該是估計 85M那些不用說了 應該15-20分鐘都沒有走 80號這些 還可以保持5-15分鐘 或者5-20分鐘一班 80號X 本身也不是很嚇得去哪 再減一下減一下 分分鐘 長期維持20分鐘一班 都不出奇 89號B應該都同樣 除非 那些區議員突然 突然的起深光 不如兩條重組吧 否則兩條絕命陰剛的話 89號B應該都如無以外 都會維持15-20分鐘一班 以後都會是這樣的 其他有否其他路線 再說下甚麼變化 例如有些巴迷都說 89號X應該都會有些變化 又看看他翌日 還有沒有甚麼數據公佈